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杰移民,我是李博 今天南欧州政府颁布了2020年新的州政府担保的规定 我们研究了这次规定,发现一句话总结 190签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一步到位拿到PR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以后的计数移民,如果想在澳大利亚拿到PR 基本上都需要通过Provisional Visa 也就是491或者494签证来做一个过渡 才有可能拿到PR 像原来那种190、189或者是187、186 这些直接一步到位就可以拿到PR的签证 不是被移民局彻底关停了 就是加了诸多的限制条件 要不然就是等待时间超长 所以都是不大可能得到的一些签证 就很难得到的一些签证 现在要得到这些签证都要通过 刚才我讲的491和494这两类过渡签证才能拿到 那我们具体看一下南欧洲政府这次的几点 重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第一点就是对海外申请人进一步提高了分数 很多的职业都要求75分85分才可以申请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海外申请人的话 是Professional 就是像这种读过大学以后的职业的话 什么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 Accountant Marketing Specialist 或者Engineer 或者是这个叫什么Manager 各种各样的 这些都属于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的职业 他们的这个起点分数已经设置为了75分 有的职业甚至设置到85分 也就是说海外人士 你想直接的办理南欧洲政府的签证 南欧洲政府的491或者190签证 难度是相当大的 我们设想了一些最理想的情况 比如说年龄是最理想的 这个25到33岁的这种最理想阶段分 那么工作经验是最理想的 8年的这种阶段的 能拿到15分的工作经验分 那么假设里 那个也有比较理想的英文成绩 雅思考4个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么加上里有一个本科学历15分 这种情况下 才勉勉强强可以申请到这个190签证 才可以申请到州政府担保 还不是190签证 这个190签证后面还有额外的要求 我还要在下面讲 就是说理想让他给你发一个491的签证 对海外人士来说 都是基本上是办不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 咨询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这个自策 也就是说你如果想来办你澳大利亚签证 首先问客户有没有4个期 如果没有4个期 那就要问你愿不愿意到南欧洲来 到澳大利亚或者是这些片远区来读书了 如果你没有4个期 也不愿意来读书 那么基本上你是搞不定的这件事情 就不用考虑了 好吧 那么这个 现在南欧洲原来是 各个州里面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个州 现在颁布了条件以后 看起来这个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个州 对海外人士来说的话 如果是对澳大利亚境内人士来说的话 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学过 读过书 留过学的这些学生来说 那么拿190其实也是挺困难的 基本上可以拿一个491签证 跟原来来说的话 还是继续可以拿到的 但是190签证是很难拿到的 那么第二点变化呢 就是高分申请人 原来这个如果你的职业不是在南欧洲政府担保清单上的 但你的这个分数能有足够的高 比如说能测到80分 那么你就可以申请这个南欧洲政府担保 现在已经从80分涨到了95分 涨到95分的话 如果你有一个有一个这个配偶不是太给力的话 或者叫做有一个猪队友的话 那基本上是搞不定的 你靠自己一个人再加上一个猪队友 加上或者是这个不是很给力的配偶的话 你是不大可能错够95分的 所以这个高分申请的途径 原来的南欧洲的这种高分申请的途径 literally事实上已经关闭了 好吧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chain migration 就是说南欧洲有一种通过家庭这个直系倾索来移民的途径 已经从65分涨到75分 那么这个要求也是挺高的 如果也是的 有一个这个配偶不是太给力 那么就靠你自己的话 如果你要测够75分 刚才我讲的 你没有澳大利亚学历 或者没有南欧学习 这些在澳大利亚才能加到的分数的话 也是比较难拿到的75分 除非你就是单身的话 还是有可能 如果你是有个不给力的配偶 那么也是搞不定 这就是前三点 对于这个最新的变化 然后第四点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大家都关心这个南欧洲政府担保 什么情况下可以一步到位拿到190 大家都想一步到位拿到190签证 因为这个491签证呢 有种种的弊端 它这个不仅是时间长 要三年以后才能转 然后53,900的这个工资的要求 也是这个不一定很多人能达到的 拿到以后 大家就相当于拼命的找工作 拼命的工作 要把这个税后税前的收入 要把它这个要顶到53,900才可以 如果低于这个收入的话 那么今年就白干 也就给你五年的时间 那么在三年中 你都需要达到这些要求 所以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好吧 如果拿到190的话 就以私人拿到190 那就是最好的了 但目前来看190呢 他给的出了这么下面几条 这个passway 总共有五条passway 大部分是对这个南欧毕业生的passway 说你可以拿到190 对海外人士的话呢 这个很少适用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条 还必须要有八年的工作经验 并且有95分的高分 这就是这条是为海外人士量真定做的 你要想申请190南澳洲的八年的工作经验 不谈其他的八年的工作经验 并且要95分的高分 怎么样才能拿到啊 我给你亚斯要四个八 我看工作经验要八年 然后其其他的海斗非常好 要95分才行 还有配偶还得给力 那这种理想的情况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移民 这个海外申请人 我就没碰到过 好吧 可能是我做的还不够多 也许有人里能能很多这种人 我就很难相信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在南欧洲 有12个月以上的工作经验 如果你来到南欧洲的话 是有可能的 有12个月以上的工作经验 那么这件事情呢 是可以拿到这个190的 但是呢 这个12个月以上的工作经验呢 必须得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工作签证了 Working holiday啊 分为两半两段啊 或者是这个482签证给你提供担保 这是有可能的 然后第三点呢 必须得是这个high performance graduate 这又是给南欧毕业生来看的了 你GPA达到6.0 可以拿到这个 在毕业两年之内申请 不要离开南欧洲 是可以申请190的 好吧 对于这个好学生来说的话 GPA6.0以上的 这还是一条通道 还是可能的 然后第四点呢 南欧洲的毕业生 又是谈到南欧洲的毕业生 必须得要求怎么样呢 要求六个月的工作经验 才能给190 三个月的工作经验呢 就给489 基本上是这样的 然后第五点呢 是南欧洲毕业生 在南欧洲住了五年 加上有三个月的工作经验 就可以拿到190签证 也就是说 你这个毕业以后 一直在这边待着 然后这个 这个五年呢 都没有都没有找到工作 然后呢 最后三个月找到工作了 这种情况下呢 很少会发生吧 但是确实有种可能 那么就找到了 这个190签证的另外一条通道 大概就只有这五点 五类人可以申请190 除此之外人 大家都是491签证 现在就是 the best weekend offer 就是最最好的签证 就是491了 但是比这个 昆士兰还是好一点 昆士兰说 我们就是491 没有190 现在把190关了 就是491 好吧 相比之下 比昆士兰还是好一点 但是这个 也是很远俊吧 这个情况 但值得欣慰的是呢 就是七年老革命通道 还是在的 就是说 如果你在南澳洲 到待七年 七年以上 还是可以申请 这个491签证的 这叫做 我们都喜欢把这个 途径称为这个 七年抗战老革命签证 如果你在这边待晚七年 是可以通过一个职业评估 然后拿到491签证的 好吧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进一步的问题 欢迎联系 我们智杰一鸣 谢谢